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尔本大学他们的信息系统硕士课程 别于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你是在2020年开始读的对吧 对 2020年疫情的时候 所以就是有点困难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 就是变成说我有一年半的时间 其实是在家里上网课 然后半年的时候 就是等澳洲的政府开放 就是有学生回来的时候 我才可以回来 有很长一部分时间都是在上网课 当时上网课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那时候上网课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很多的我们的课程是 你必须得跟你的主内同学一起去完成的 但是就变成说你看不到你的主内同学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用zoom啊 然后去做一个线上的就是会议 然后一起去讨论课程 所以就其实是挺孤单的了 后面呢来到了澳洲这边 上了半年的这个在校园上课 那么在这个半年的话 你又是一个怎样的不同的感受 当你可以看到同学 真的看到教授的时候 你那个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感觉你学习是多了很多乐趣的 所以就跟你一个人在面对电脑 然后在学习知识 硬把那些知识就是灌进你的脑海里面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其实摩尔本大学呢 大家都知道啊 是澳洲前一二的大学 也是很多人的梦中的情校 那么呢 莫大的他们这个信息系统 这个硕士课程 其实录取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那么你的情况是台湾的一个本科学习的一个背景 那么针对中国大陆的学生来申请的话 这个项目录取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之前给你简单提了一下 211的话都要均分达到90 然后呢双飞它是不接受的 所以整个录取难度还挺大的 对 你之前本科的话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之前本科是学finance 就是财经系的 然后在本科毕业后 我其实就很幸运的 可以到北京的一个互联网公司上班 然后那时候就工作了两年 在这两年的期间 我就觉得说我对于互联网很感兴趣 但是相关的知识量其实不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再进一步去 就是申请研究所 然后攻读就是互联网相关专业的 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信息 就是莫大的这个项目呢 它是可以跨专业读的 其实澳洲这边呢 包括墨尔本大学还有其他大学 有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跨专业读的 所以这个对于国内本科毕业的学生 假如想来国外留学 想跨一个专业的话 其实澳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呢现在其实包括商务信息系统 包括商务分析然后数据分析 像这样一些专业都是非常热门的 那么你觉得莫大这个商务信息系统 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呢 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的感受吗 其实老实讲我们这个系 它就有点像是真的是很硬的那种 就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系跟就是商科的一个结合 所以就是很多跨专业的学生 不管你之前是做coding base 然后就是很多coding相关的技术工作 然后你想要转成就是project manager 又或者是你是像我一样读财经系 但是想要跨到工科相关领域的 都可以去来修这个系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亲切 不会说你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系 然后你进来你会觉得很痛苦 其实老实讲我会觉得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跳板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一个项目 它结合商科 然后也结合数据分析 是对 所以的话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能生 对 那么这个项目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项目 那么你在学的时候 它会给到你一些基础课程的学习吗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课程读起来 这个难度怎么样 老实讲它其实非常的好的一点是因为 它在第一个first semester 就第一个半年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基础课程 就让你知道说 这个系到底是学什么的 然后你会有一些知识量 必须是你之后需要用到的 所以它就有一些必修课程是你必须得去修了 才可以在选之后的课程 这些知识课程就是可以帮助你在往后的课程中 就是不会觉得那么的唐突 因为你都已经有大概的了解了 不会那么困难 那么这个商务信息系统的话 大概这个专业会学哪样一些课程呢 像我很喜欢的一个课程叫做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它其实就是在讲说 有一些企业啊 他们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像是不管是流程方面 还是管理的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像读这个专业的 可以怎么去帮助企业去解决到这些问题 它就会给你相关的tours 你必须得根据这些tours 然后去应用到你遇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其实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在读这个学习的话 你就不知道说 这个我的角色在公司里 要怎么样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类似的课程 然后像是有一些也是很硬的 像database的课 我们可能就要学一些像square啊 或是一些coding 我们其实也有python的课程 所以就是一个双结合 有分析的也有就是coding的这样子 那么会不会就是有这样一个误区呢 就会觉得这个专业的话 上课也懂一点 计算机也懂一点 但是都不会学的很全面 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对你来说不好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其实之前就也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就想说我干脆就选一个就比较硬的 IT课程这样子 会不会就是出来比较有 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要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你能不能顺利的毕业 像是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觉得说好 那我就要去选一个就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系 然后我就是一直coding 我之后一定可以就是取代大部分人的工作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第一点是真的是不是很好毕业 这个课就是会读起来会有点困难 你们考虑担心的问题 其实也是学姐之前考虑过的问题 就是又偏商科 然后又偏计算机 会不会这个项目就没有很深入的学习 但实际不会 而且他学习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的这个系很多人出去可能会从事business analyst相关的工作 但这个工作他其实必须得有很多的商科的背景 商科的知识去帮助你去做一些判断一些分析 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就不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可能会教的 但可能他们有教识 对也有可能会结合一些商科 也有可能会结合一些计算机的 所以的话目前其实关于这个数据分析师 其实也是非常火的一个职业 对现在也是非常火的 那么莫大这个项目的话 他考核起来他大部分考核方式是怎样的 有没有考试或者说大部分是不是要去完成论文 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形式呢 像我读的这个系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选说你要走的是professional的呢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走的是写论文的research的 然后我那时候是选择professional 因为我在考虑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自己知道说我真的不想写论文 所以我就决定要走professional 这个课程他考核的那个方向 就是是考试还是写论文还是什么 他都有像是有一些课程 他必须得是小组一起完成一个报告 然后那报告可能是五六十页 所以就跟一个assay其实是一样 作业量其实是很大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像是coding的一些课程 他是必须要考试 就是你必须得整点坐在那边 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赶快开始拿笔写起来这样子